好 观众带你来关心稍早的一起地震是发生在下午5点06分的时候 应该很多人都对自己地震有感觉 因为呢这次地震感觉相当明显 先是上下跳动之后呢再左右摇晃 那根据现象署的最新资料 这边是显示说这次的地震规模是有达到5点7 而地震的正央是在宜兰县的近海深度只有9公里是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那宜兰地区这边最大震度是有达到5弱的等级 感受上会非常的明显 因为在花莲 桃园以及北部地区呢 这边的地震最大的这个震度是有达到4级 而在台中 南投 苗栗 还有新竹这几个地方呢 震度也都是有达到3级的 而在彰化 云林跟嘉义地区的震度是达到2级的 所以有感觉的地方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稍早呢 也有很多人是有收到这个地震警报的 其实呢 其实地震警报响了当下没多久 立刻就有感受到地震 而且有不少北部地区的民众说 感觉到这个摇晃的情况呢 是先是上下再左右摇晃 而且持续的时间至少有超过10秒左右 因此呢 这个台北捷运在稍早的时候呢 也有慢速行驶 所以后续的这个列车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那北极也提醒民众哦 如果是需要再搭乘这个捷运的话 还要再留意一下这个班次的时间 另外呢 高铁也表示说地震是没有影响到他们运转的 目前都还是正常行驶的 那根据地震中心这边呢 初步的评估是说这次地震的原因呢 推估不是0403的余震 这一次地震的震央是比较靠近和平海盆的 不过呢 详细的地震原因 他们还要持续在分析 但是也提醒大家 如果稍后还有地震发生的话 也不要慌张 请找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那这一次的地震呢 因为这个规模是有达到5.7 所以感受上大家会比较明显一点 而且又是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所以在宜兰这个地方呢 最靠近这个镇央的地方 它的地震的这个震度 是有达到5弱的程度 所以稍早的时候呢 可能这几个地方的民众感受上 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另外在北部地区 像是在台北盆地的地方 地震发生之后呢 因为盆地效应 感觉上呢摇晃的程度 也会稍微久一点 尤其在高楼地区的话呢 也会感觉到上下跳动之后 在左右摇晃 后续的左右摇晃这个时间点呢 可能也会稍微长一点 那也再为您更新一下 这个最新的交通的资讯 北节目前也是慢速行驶当中 那台北高铁的部分呢 则是没有遇到这个停驶的情况 那另外在台铁呢 也目前也在整个统整当中 稍后最新的资料 我们也会带您随时来掌握 那稍后呢地震中心 也会再来为大家做最新的说明 有更新的消息 我们将会持续带您来掌握 我们下期再见